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新闻节目。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为您带来一系列令人惊奇的新闻。 首先,王一博在舞台上竟然撕胸贴。 这一幕让现场观众捧腹大笑,让人大开眼界。 而肖战的新作《射雕英雄传》尚未上映,却已获得奖项的认可。 官方媒体公布了最值得期待的电影名单,肖战名列其中,引发了影迷们的极大期待。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详细报道这些精彩新闻,让您更加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视频,一起揭开这些令人好奇的故事。 王一博在舞台上撕胸贴。 这一幕引发了现场观众的爆笑。 王一博在舞台上的一次表演中,不小心踩到了胸贴。 这一幕引发了现场观众的爆笑。 只见胸贴是一种贴在胸部的美容产品,常用于女士服装中,增加美感。 但是,如果不小心踩到胸贴,就会让人感到尴尬和好笑。 王一博是一位著名的演员和歌手,他在舞台上的表演非常出色。 但是,这次踩到胸贴的意外情况,却让他的表演增添了一些喜剧效果。 网友们对王一博踩到胸贴的事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调侃。 有人认为这是全宇宙情绪最稳定的一人,因为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他仍然能够保持面无表情和冷酷的形象。 也有网友建议王一博这几天不要上网,以免看到网友们的调侃和评论。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王一博撕胸贴的场面非常搞笑,甚至有人表示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笑的场面之一。 总的来说,虽然王一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艺人,但是这次踩到胸贴的意外情况,确实为他增添了一些可爱的喜剧效果。 肖战射雕未上映先获奖。 官媒揭晓最值期待电影名单,肖战上榜。 近日,肖战的演艺事业可谓是多点开花,无论是主演的新剧《藏海传》还是射雕系列新电影,其中这部新电影在没有上映的情况下就屡次获奖,从期待直到预约人数都是顶级。 值得一提的是,官媒揭晓了2024年度最值期待电影名单,肖战主演的这部电影就成功上榜,官媒在这么多优秀影片中选择肖战的新电影进行宣传报道,重要性不言而喻。 据悉,肖战主演的新电影《射雕》未上映先获奖,官媒揭晓了一大批2024年度最值期待的电影名单,肖战射雕榜上有名,对此不足为奇,本身就是一部观众期待值非常高的电影,预约人数就看得出来,大家都在翘首以待,希望可以早日上映。 另外官媒在这么多优秀影片中选择了肖战的作品,开始进行报道和宣传,也可以说明问题。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还是一样的态度,非常期待,希望可以早日上映,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目前这部电影进入了后期制作的步骤,不知道是否顺利,看起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没有关系,好作品不怕等,一如既往信任实力派演员肖战。 总之祝福肖战,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肖战延续着火热的发展状态和情合理,新剧《藏海传》也已经顺利开机,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肖战前进的脚步。 希望肖战不忘初心,坚定脚步,继续努力,再创辉煌的好成绩。 肖战值得期待,顺顺利利。 王一博在舞台上撕胸贴的行为引发了现场观众的爆笑,成为近期娱乐圈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这一幕在演出中发生,让观众们目瞪口呆,也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议。 王一博一直以来都以其出色的舞台表现和个性张扬而备受粉丝喜爱,而这次的胸贴撕裂行为更是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注意和赞赏。 撕胸贴的举动不仅仅是一场舞台表演,更是艺人与观众之间的一次心灵沟通。 这种大胆而有趣的表演风格让人看到了王一博敢于挑战传统的一面,也表达了他对艺术的独特理解和态度。 观众的爆笑和掌声不仅仅是对他表演技艺的认可,更是对他独特魅力的喜爱。 然而,这样的行为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一些人认为撕胸贴的表演过于张扬,有些过于突破底线,可能会让一些观众感到不适。 这种争议也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一些讨论,一些网友表达了对这一表演的不同看法。 艺人在追求个性和独特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度,以免引起过多的负面反应。 另一方面,肖战为上映救货奖的消息也在娱乐圈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肖战一直以其卓越的演技和颇具魅力的形象受到业界和观众的认可,这次为上映救货奖更是证明了他的实力。 官媒公布的最值期待电影名单中,肖战的名字上榜,也让粉丝们为之欢欣鼓舞。 这一成就不仅是对肖战个人的认可,也是对其所参与的影片的期待。 观众对肖战的期待值和对未来影片的好奇心进一步提高,这也为影片的上映和宣传增添了更多的看点。 肖战以其出色的表现不断证明自己在演艺圈的地位,同时也为更多的艺人树立了榜样。 总体而言,王一博在舞台上撕胸贴和肖战为上映先获奖的消息成为娱乐圈的热门话题。 这两位艺人以不同的方式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对于他们来说,这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挑战,需要在娱乐事业中保持艺术的尝试和个性的张扬, 同时也要注意观众的接受度,以赢得更广泛的支持。 希望这两位艺人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能够继续取得更多的成就,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